把焦点转向中国 中国开放后的第一个五一假期 迎来了出游热潮 中国各大热门景点的客流量激增 甚至超过雨期 随着澳门重新对外开放后 不少中国人也会选择在假日涌向澳门 让这一座赌城再次恢复昔日光景 这里是北京牧田玉长城 放眼望去都是密密麻麻的人头 人们携老代幼 尽情感受古城魅力 欣赏美景的当儿也不忘拍照里面 今天是我假期的第一天 然后第一站就选择了牧田玉这个长城 因为好像听说是巴达里那边人比较多 但是我今天来牧田玉以后 人也是非常非常多 我大概早上八点从北京游客 集散中心出发到这儿的话 都是下午的五点了 真的因为路上人太多 特别堵车 牧田玉长城是第一次来 因为我原来其实很多年前 巴达里常能去过 那么这次因为 而且也是担心武艺长 加巴达里那边人太多 所以选了这里 但是今天这里其实也还是非常多 对 然后等一下也想好好拍拍照片 尽管人潮汹涌 但绝大部分的人都认为 整体的体验还是挺不错的 根据中国当地媒体报道 昨天就有超过一万四千人 参观了牧田玉长城 另外数据也显示 中国劳动节假期第一天的客运量 以去年同期激增了百分之一百五十一点八 假期期间很多热门旅游景点的门票 几乎售庆 自从澳门宣布重新对外开放后 不少中国人也会选择在假日涌向澳门 让这座赌城恢复了以往的热闹景象 远远不绝的顾客让店家应接不暇 现在就人流的 恢复到以前的大概有六七成的都 所以都比较忙 比以前就充实很多了 没那么担忧 澳门虽有赌城之称 但美食和旅游景点也多不胜数 尤其古色古香的葡萄牙建筑 仿佛让游客穿越时光 暂流在历史故事中 澳门其实有很多葡萄牙的风格 就是一些历史上的一些 包括跟他们讲一讲 澳门是什么时候回到中国的怀抱 然后带他们看一下 大三八这个普世建筑 对 然后也感受一下 澳门当地的美食啊 不符人情之类的 中国五一厂价 估计有2亿4千万人次出游 任门城市的车票和景点 不仅一票难求 而且还寸步难行 相关的文章和经历分享 纷纷登上微博热搜 马兴社电视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